被撞坍塌的这座天桥是2015年建成使用的 发生事故后 向肇事车辆追责是一方面 而另一方面 很多市民也有疑问 为什么货车一撞天桥就整段掉落 建造时是否考虑过防撞因素 天桥又是否存在质量问题 另外被撞之后 天桥剩余部分的结构有没有受到影响 今天我们的记者向天桥 养护单位进行了了解 唐州秋桃北路庆春东路口这座天桥 从上面俯瞰成功自行 这次被撞垮塌的是东南侧一段 长度33.5米宽4米 因为它这一段是整体的一段钢箱梁 它是一个减脂的一个结构 车辆撞击的时候是从侧面 相当于把它推下来的 所以它落下来的时候 是一个整根的一个梁 杭州市路桥集团是这座天桥的养护单位 邵俊介绍天桥外侧贴了弧形装饰板 内部是钢箱梁结构 也就是钢构材料的箱体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杭州市路桥集团的田主任 找了一张类似结构的示意图 这里要特别说明 这张图和实际的天桥存在一些差别 田主任表示 这个制作不是固定死的 它的作用是承受上部结构的各种力量 并将力量传给下方的吨体 其实可以说是放上去 因为它掉张的时候 是通过制作跟桥栋连接的 这个制作是允许它在温度升高的时候 允许它滑移的 因为它不移动的话 这个梁会被温度一米挤坏掉 固定牢牢的话 就相当于你把整个梁全部固结死了 你在温度升高的时候 不允许它膨胀 昨晚1818黄金眼彻夜蹲守在事故救援现场 记录下了每一个应急处置的关键节点 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节点在凌晨3点33分 肺状坍塌的天桥被诊断掉起 而从事发到现场恢复通车 也不过8小时的时间 为什么处置会这么快 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们昨天救援的力量应该是比较大的 这个处理的速度快 桥底结构当然也有关系 因为它是整根梁嘛 它吊桩比较容易整根梁移除嘛 就清脏的这一块工作比较好做 杭州市路桥集团方面介绍 杭州秋涛北路庆春东路口这座天桥 除了中间这一树主块 其他四段边框各自独立 用的都是这样的简直梁桥结构 这座天桥的建设单位 是杭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心 由杭州市城管局市政设施监管中心管理 相关资料显示 这座天桥2015年1月27号开始投入使用 开通9个月后 因为铺设桥面板材问题 桥面出现路面不平整 进行过封闭整修 昨晚发生垮塌后 华东勘测设计院 已经第一时间去现场做了检测 针对众多市民关心的 剩余桥体结构有没有影响 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记得电话联系了对方 对方表示还要等待分析结果 目前剩余桥体已被封闭 禁止通行 行人过路口 请根据交通信号灯走斑马线 关于桥体接下来的处置情况 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1818红金眼记者报道